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賊 小賊 你刺了不少東西嗎 蠻多的 但是你刺的都是那種小品 小小的東西 小品 瘀青型的 對 請問這瘀青是誰幫你刺的 怎麼可以刺到這麼酷 摔車 摔車 摔什麼 你騎摩托 我騎重機 你騎這樣去送福分的 好帥喔 對啊 你應該很快就到了 對啊 剛打電話馬上送來 中部以北你都接對不對 沒有錯 重機來送這個福分 成本會比較高 會高一點 油錢 可是你收的錢是一樣 收的錢是一樣 就是看你跑的單多少 對 他們是看單的 那你會因為騎重機而跑的單多一點 其實也不會 不會 對啊 因為騎重機 那幹嘛騎重機 把它興趣融合在一起 交通工具 你那台是幾七七的 我那台400而已 400還好 要不然你真正大行重機 台北市不是 反而不方便 進不了巷子 你那個左轉右轉 你就會倒 每次都在巷門口這樣 欸 你可不可以到巷子口來拿 超不方便 你本來做什麼 你就放棄正職 然後當這個 是因為太太騎車 那你本來做什麼 我本身是健身教練 我在健身房大概兩年 我現在還是教練 只是我是接 兼職 對 兼職 自己出來接 然後捐Fu Panda 放棄的原因是因為 我本身還是學生 對 然後我本身是體育系的 我練柔道跟角力 對我來講 我重訓做很久 你練柔道跟角力 對 柔道跟角力 我跟你講 我最近很討厭我們這個 裡面有一個成員 你可以幫我教訓他好不好 OK啦 而且他最看不起柔道跟角力的人 但是他不要摔 我們口角的 口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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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工作的時間 妳還是學生啊 十幾個小時 然後我父母親 希望我有正常的生活作息 所以就是我想說 離開健身房 然後還是需要賺錢啊 請問一下 你那個什麼健身房 你上班要上十幾個小時 其實都是的 就是我們的打卡的時間是 就是按照那些打卡 但是你沒有辦法下班 為什麼 走不開 你是尋常是不是 因為我們 因為要回家就鬼打牆 看有人 就走不出去 偷一些器材 我們會有課程是不是 我們有業績啊 你業績沒有到的話 就哭一下吧 那你可不可以訓練一半 對不起我去送個餐 不行 不行啊 那我問妳 外送 妳覺得外送最辛苦是什麼 最辛苦的 我覺得是 我們要很常趕時間 那其實騎大車說 它的C速比較快 對 可是其實它難轉車 而且風吹雨 老老實 而且比如說在台北市 如果又是剛好上下班時間 對 妳沒有感覺要送 那其實很危險 妳最恨什麼時候接到單 就是巔峰時間 就下班大概 五點到七點 對 那個時間 起早的時候 妳在那邊巔峰的 就五點到七點最難 對 因為就是路上車很多 那妳是早上幾點開始接單 不一定 我們早上六點 五點多其實就可以接了 早上五點開始 真的有人五點多 訂早餐很多 早餐很多 早餐很多 那我問妳 妳是幾點到幾點 她有沒有規定說 妳今天一定要送八個小時 沒有耶 我們是自己 妳自己接單 自己排時間 所以就是很彈性 所以妳把它打開 這個單位要接妳就接了 不是啊 就是妳會 譬如說我前一天 我會 我明天要排哪個時間 我就那個時間去上 那一次要上多久 有沒有限定 沒有限定耶 可是都是一個小時起跳 對啊 沒有來十分鐘 我十分鐘真的 十分鐘一單都送不開 對啊 訂定 重點是好不好賺 我們 我們是一單 就是固定那個錢 我那時候剛開始送福片打 我就是送到一個警察局門口 很趕 我其實沒先吃早餐 對,我就咬了兩口三明治 然後就要開始送我的餐 然後就是突然有個記者 就是看到我就說 那時候外送可能滿紅的 他就說 怎麼這麼辛苦沒先吃早餐 對,然後他就跟我小聊了一下 他就覺得說我是有故事的人 對,那他剛好是就是 那個人物專訪的那種採訪 對,就是是蘋果的 然後他就幫我做了一個人物採訪 就是採訪完就陸陸續續有各當新聞就找我 這個 真的是記者啊 是記者 可是他是 獨家外送員 重機正妹 哇塞 不過你這樣飆過去真的 超帥的 感覺你腿蠻壯的 我是教練啊 壯,真的 這個很厲害耶 所以你這樣才夾住車啊 對啊 厲害 那今天願意幫我們摔一個人 也要摔誰 妳現在柔道是斷術,急速到哪裡 斷術,我沒有再往上烤 只是粗段 因為對我來講沒有什麼幫助 粗段你照得住 可以再往上烤 但是我會覺得 先這樣 會危險嗎 你都黑道的 要摔嗎 你都黑帶的 摔掉 基本動作示範一下就好 方便嗎 大外哥就好便嗎 大外哥可以啊 大外哥你可以 你摔斷 來 大外哥,我把你丟出去都沒問題 嗆到,來 鮮國三人講 高跟鞋大外哥 掃 掃給妳 然後呢 你往後倒 你可以倒嗎 她可以 等一下,我可以把麥克風 好 放輕鬆 然後你發現要中丟 1 2 3 好 這你剛剛不是炒他米粉 戴哥還好 OK 這才是哥 這才叫哥 那是大外哥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被大外哥拿喉嚨殺傷 我為什麼不在那屁股 開到三代 先 chinese Ин的公元 脫棍 curse 釋出 釋出